美国联邦政府关门进入第二十七天,继续刷新历史最长记录。 而对特朗普来说,他可能连宣读年度国情资文都无法正常进行了。 2018年特朗普宣读国情资文时的风光画面,政府不开门,你也不用来做国情资文演讲了。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报道,美国众议院议长南希佩洛西16日致信特朗普,要求他将原定于1月29日发表的国情资文推迟到政府重新开门之后。 如果特朗普不想推迟发表,佩洛西也给他提供了一个替代方案,在1月29日以书面形式向国会提交国情资文。 信函全文,归根结底就三个字。 国情资就是总统向国会发表的年度报告。 按照美国惯例,每年年初,现任总统都要在国会宣读国情资文,阐述政府的施政方针。 历届美国总统都非常重视国情资文的作用。 经过两百多年的演变,国情资文已经变成总统发挥国家领导作用的有利方式。 特别是电视直播的出现,使国情资文从政策宣读,变成一项重大的游说宣传。 2018年特朗普宣读国情资文时的电视转播画面,佩洛西也向特朗普摆明了,之所以这样做了理由。 当前,政府停摆可能存在安全问题。 他说,此次关门影响到美国国土安全部及其下属的特勤局,他们现在已有26天没有资金运转。 这些是政府停摆影响的关键部门。 特勤局具体负责总统,向国会发表年度国情资文的讲话。 佩洛西在信中还提到,国土安全部长科斯特珍尼尔森,去年还指定国情资文为国家特别安全事件,NSSE,需要为联邦政府提供全部资源,以确保事件安全。 佩洛西指出,自从始于1977才年的现代美国预算开始以来,没有任何一次国情资文是在政府关门期间发表的。 众议院民主党二号人物斯坦尼霍耶称,就像佩洛西已经指明的那样,只要政府还陷入停摆困境,我们就不会正常运转。 霍尔甚至还给出了另一个备选方案。 他说,特朗普可以在白宫发表电视讲话,宣读国情资文。 他看电视就行了,而就在佩洛西的信函公开不久前,民主党人举行了闭门会议。 参议院民主党领袖舒默表示,在对待特朗普提议的边境墙拨款方面,大家反对的立场仍然一致。 也就是说,美国政府的开门之日仍然遥遥无期。 美国公务员为毛生计打零工。 就在美国民主共和两党互呛搞的政府关门时,不少拿不到工资的公务员已经接不开过了。 在社交媒体上,美国农业部的一位资讯保安员说,我是个单行妈妈,我和孩子们的一切生活都要靠这份工资。 现在,所有收入断了,我想回去工作。 美国环境保护署的一位科学家这样说,这是Nithaniel,我刚出生的孩子。 我很少在社交媒体上贴出他的照片。 我是环境保护署的一名合同工,做科研工作。 但是我现在不仅没有拿回我的工资,而且连养孩子的钱都入不敷出。 政府关门给我们的生活带来的问题,太真实了。 于是,有些公务员为毛生计开启了打零工模式。 美联社16日报道,随着美国迎来史上最长政府关门计,没工资可拿的政府员工有的。 开启了优布网约车,有的干起了各种杂七杂八的兼职蓝领工作。 总之是各进其能大港零工经济,有位政府雇员说, 政府关门,我没了工作,现在只能靠开Uber每天挣40美元,不知道如何支付医疗费用。 还房贷的日子马上要到了,目前整体美国经济执行还算良好,至少各种打零工的机会还是很多的。 美国劳动部的资料显示,去年11月,美国雇主共使出690万个工作岗位招聘启示,不过需要指出的是, 零工经济毕竟是临时经济,临时工自然没有正式工拿了工资多。 近两年,在美国打零工正道的前程下降趋势,而且,很多零工的工资并不能立即到账。 勘扎私城交通部一名合同工Julie Burr无法拿到薪水供养两个孩子,支付房租的费用,虽然已找了另外的工作,仍未拿到薪水。 于是,Julie Burr选择上网众筹生活费,他14天筹集了超过1万美元。 媒体报道,众筹网站上,有超过1000名政府雇员发起了众筹。 数千美政府雇员上网众筹生活费,没有最惨,只有更惨。 据华盛顿邮报1月16日报道,美国总统特朗普办公厅召回了大约5万名联邦无薪休假的政府雇员,坚守支付退税,监督飞行安全,以及食品药监等重要工作岗位。 报道指出,他们将被迫无薪工作。 一位美国国家气象局的研究员写道,和气象局几千人个雇员一样,我现在还在上班,但是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拿到工资,又不能休假。 我有家庭,有三个孩子,靠一份一份的工资单生活。 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FAA发言人,当地时间周二十五日说,该机构预计本周末前,将有大约2200名检查人员重返工作岗位,截至上周末,已有500名检查人员被召回。 根据美国交通部的关门安排,到本周末,美国联邦航空局应该有三万多名雇员坚守岗位。 其中3113人应该坚守在航空安全部门的安全检查等岗位。 根据安排,上述两个部分的工作人员都不会拿到工资。 此前,代表航空排成员和其他政府工作人员的工会提出申请,要求政府履行义务。 像在政府关门期间,被迫工作的联邦机构工作人员支付工资,15日遭到美国一家法院驳轨。 加拿大空管员给无薪工作的美国同行宋披萨,复国银行零售业分析师指出, 政府关门导致80万联邦政府工作人员得不到收入,而且退税可能推迟。 由此造成的每周经济影响可能至少20亿美元。 CNBC周二报道称,有白宫官员表示,特朗普政府将政府关门代价预估上调了一倍。 即政府每关门一周,经济增长将损失0.1个百分点。 如果此次政府关门持续到1月底,将令GDP增速损失0.5个百分点。 标普全球评级估算,如果关门再持续两周,造成的经济损失将突破60亿美元。 魏元朗普要求国会同意提供的修边境墙资金57亿美元还高。